2001年美国发生911袭击之后 本港警方成立一个专责小组 研究本港的内部保安部署 并就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 制定紧急迎变计划 重温当年报道 曾荫培在匈牙利参加国际刑警周年大会之后发香港话 已经就本港内部安全 草以一份紧急应变计划 等政府高层同意 不排除会和驻港解放军合作 未曾有一个最后的方案 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 因为仍然在一个部署阶段 警方已经留意驻本港有没有恐怖活动 我们已经在各个有关的楼宇 人物等等 我们已经加强了保护和保安 生物、化学等等方面的袭击原料 我们都会跟进这个问题 但香港根本也有一个部署在这里 但我要强调香港直至现在 我们都收不到有什么资料 或者情报 显示香港会是一个恐怖分子的目标 他说未来在本港举行的两个国际性论坛 正在做风险评估 他表示香港不是袭击目标 但我会讲到这里底下 我会想到区别人都给你席击目标 我会想到区别人工厂事 在刚刚对有没有事 我会想到区别人工厂事